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定理 那命题非常简单 就是在有些必居家上面 连续函数就是均匀连续 那这些大定理的大概都是这样子正 反正假设它不对 假设它不对 假设它不对意思是什么样子 假设它不是均匀连续 所以事实上这里也不容易找图画的 就按照我均匀连续的定义 假设它不对 假设它不对就是说存在一个ε0 使得是怎么样 就是我有随便一个delta 我都有一个x跟y x跟y的距离小于delta 但是呢 就是存在一个x跟y 在我的区间里边 那然后呢 我的x跟xy是大于等于ε0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呢 如果f是不是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想办法将它变成一个sequence 数列 怎么变 你的delta是随意的 你可以跟π分之一 你可以是0.01 可以是什么 我就是让它是等于 n分之一 那如果是n分之一的话 n当然是任何的正整数 那你就有一系列的x跟y 那那些x我叫xn y我叫yn 那所以xn跟yn就是越来越接近 好了 下一步怎么样 下一步 啊 有什么想法 你有这对xn 有这对yn 我们威力强单的定理就要去 你有什么武器你就要拿出来了 对不对 重型机舱 还是怎么样子 那我们的重型机枪是 Bossano Wastras 定理 他说 你这些xn 你这些yn 他们都是在区间里边啊 有界币区间 所以 他一定有一个convergence of sequence xnk 去向x0 是不是 Bossano Wastras 那ynk会怎么样 对照的yn 他们不是越来越接近吗 大概也是要去向x0 好了 你只有一个点了 那你就可以讲连续了 你这个是现在什么样子 就是你这个xnk跟ynk 这个图画就可以讲了 x0 然后xnk 譬如说它从左边走过来的 这个是xnk ynk是从右边走过来的 这个是ynk 那反正都是很接近x0 那他们很接近x0 可是他们的函数值的差异 却永远都大于一个ε0 这个有可能吗 那你如果是连续函数的话 就不是了 因为对ε0来说 我只有一个小delta 我叫delta0 里边的任何x跟x0的差异 都要小于delta0 然后它的函数差异 就可以小于ε0 那现在你的xnk跟ynk 这么接近 矛盾就产生 Bosanova-Strauss定理 这样你原来是一个有借弊区间AB 你原来这些x y可能荡来荡去的 我都搞不清楚是在哪里 可是因为Bosanova-Strauss定理 我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散乱的现象 给它聚焦在一个点 在这个点 我就可以有这个反正的机会了 有反攻的机会了 对不对 那这个证明就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这个不对的话 这个不对 那因为是有借弊区间 所以我有一个convergence of sequence 而且你这个x0呢 也是在区间里边 那所以我连续嘛 这个点连续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连续条件 来去驳斥 你这个所谓的均匀连续 有问题 你这个所谓的不均匀连续 这个讲法是有问题 好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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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里 那 做法是什么 是不是 它是 呢 这叫什么 是不是 这个这个 这个基本概念 所以说 是不是是不是 这个 afxn 那这个 有理准说 sinex 就是 那这个 所以那个 那就是小于 那这些地方 是这样子 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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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n的 那这些 是 新的 是什么 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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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那这些 那这些 是地震的 那些 那这些 这些 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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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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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那是 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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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那这个 那这些 那就是 那这些 那这些 那这些